6.爱捣乱的动物 改写字康拉德·劳伦兹 《索罗门王的指环》 导读 传说中的《索罗门王》 在戴上那枚魔法戒指之后 便能和动物交谈 了解动物的想法 在真实的世界里 若要了解动物 还是要根据实际观察 本书作者将他观察动物的过程 记录下来 用客观态度解释动物的行为 就像送给我们一个 索罗门王的指环 带领大家走进动物世界 爱动物的人 大概都能忍受动物 带来的种种麻烦 记得小时候 我常常带一些小动物回家 有些小动物 把家里的东西破坏得一塌糊涂 我的父母也是摇头叹气而已 或许有人会说 我太纵容动物了 有些人认为 何不把动物关在笼子里 让人欣赏呢 我想 你若要真正了解一只智力高 精力足的动物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它自由活动 如果 它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 那么 就好像被处罚一样 一定会愁眉苦脸 我养的动物 可说是来去自如 在别人家里 你可能会听到有人大叫 鸟从笼子里跑出来了 快把窗子关上 我们家里却是 快关窗子 那只鹦鹉要飞进来了 让动物自由行动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观察到的是 一只正常的动物 而不是囚犯 再说 我们如果能把动物养到 它可以逃走 却不逃走 心里该是多么快乐呀 有一次 我在多脑河散步 听到一只乌鸦 嘹亮的叫声 我跟着叫了几声 它一听到 立刻就从高空迅速冲下 就在快要冲到 我身上的那一刹那 它张开了翅膀 减低了速度 轻轻地落在我的肩上 这时 它从前做过的一些坏事 像撕坏书本 打翻压巢等等 都得到了原谅 奇妙的是 我虽然经常把野生动物养得和猫狗一样听话 每次碰到这样的事 都还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一个有雾的春天早晨 我又来到多脑河散步 那时河水还很浅 一群群的燕紧贴着河面飞翔 我注意到这群排列整齐的燕里 左边第二只的翅膀末端缺了一根羽毛 我认得这只燕 它的名字叫马丁 是因为跟我一手养大的次燕 马丁娜配成一对而得名的 我脑海里立刻涌现出 它当初怎么丢掉这根羽毛的经过 马丁娜因为是我养大的 所以在屋里进进出出已经成了习惯 马丁既然跟马丁娜成了一对 以燕的天性来说 自然是随时同进同出 然而我们家对马丁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虽然鼓起无比的勇气跟马丁娜来到卧房 仍然无法避免心理的紧张 他的羽毛紧贴着身子 虽然站得很挺 却微微发抖 喉咙也不时发出嘶嘶的声音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门突然砰一声被关上了 他吓得立刻张开翅膀 用力往上冲 结果撞到屋顶中央的大吊灯 撞碎了吊灯上的玻璃 也撞断了他自己的一根羽毛 最让人安慰的是 我散步回家后 这些燕会飞到回廊前面迎接我 看到他们伸着脖子迎接我的样子 心中不由地激动起来 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冷静而实际的科学家 竟然和野生动物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不能不说是神奇的事 我是个动物学家 日常工作就是做实验 但是你相信吗 实验结果并不是我的最大收获 除了实验结果 我还得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大家看那些什么 这是什么 建议的 有机会 内部 我们